诶 这求救信号是发出去了 你妹的居然还收不到信号 这样的话我们发出去求救了以后 如果有人回应我们也收不到 这和龙子喊救命没有什么区别 从上一关开始的话 这个战斗就比较困难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里刚进来 这个对话完了以后这个场景 就会有一大群的自爆 这个要注意一下走位 因为他这个出敌人的位置 因为并没有什么通风管道 所以还是固定的 这里的话建议还是绕到这个航桥的前端 这样的话他从后面刷出来的话 不会从 这个这些家伙其实是从天而降的 这个天上没有 这个只要你不看他都自己刷出来 如果你一直仰着头的话 他倒是不会掉下来 但是这个门也 门锁也不会解除 警报不会解除 不过呢 把这些家伙干嘛 后面还有一些这个黑鬼 比较难查的敌人 这个大家知道学比较厚嘛 所以我们稍微利用一下 他这个自爆 把他用静态将他这个手臂打断 留两个 这样的话 等会遇到难查的敌人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他扔死 解决一下弹药吧 这个静态可以补 但是子弹打出去那就没了 注意这个 这个黑鬼跑得真坏 不过跑得比 二代慢多了 都解决了 那边还有个蝎子 不会一并给炸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话 打了可能也就是个十发子弹 十发左右吧 反正一个弹夹 那边我们看到 另外一头的这个电梯 已经被这个石给塞满了 所以我们没法使用 不过我们也不用去哪 这个航桥的这个控制室 好像进不去 所以我们看 这个控制面板是关闭的 这个这个 那个女的 我老忘了 那个女的叫啥 反正也是哈什么 Harry吧 叫什么吧 我也忘掉了 无所谓 反正他把 他把自己锁到 那不让我们进去 不知道他在里头干啥 现在我们要上一楼 哎 这个我们看到 哎 是上三楼 往上走 哎 这个一楼去不了 说到诡异的波及 有人在监听我们 这个能监听我们的 能是谁呢 除了我们前面见到的科学怪人 还有谁 哎 我记得这里 这个 这上面 这个本来应该是 有一个人 哎 摆了个非常 非常max injection的一个姿势 说了一句 make us whole again 我们准备一下武器 这里 这个墙壁上变出了 这个孕妇 哎 这个切割雷 我们看到 不能挡到他身上 这个就跟二代不一样 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切割雷 直接打到敌人身上的话 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 就得 你浪费了一发子弹 哎 如果是二代的话 这个扔到敌人身上 他是会直接炸的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要是用切割 这个线性切割枪的切割雷 去 哎 这个炸他的话 建议不要往他身上瞄 哎 去打他的身体的侧面 或者说是这个墙面 或者说是地面 哎 建议一点地面 因为他生下来的孩子 也在那边 哎 这个其实扔完切割雷的话 不要怂太远 哎 因为他会把这个触手 收起来的 如果你靠近的话 他那些触手才会伸出来 哎 像刚才我就躲太远了 就把触手收起来了 哎 小心那些这个 伸出来的那些小家伙 很烦人的 带个妙娃种子 哎 我们放个切割雷这五发子弹 哎呦 打嗝了 不好意思 今天喝这个陆节目前 本来想润润嗓子里喝的是凉水没热 再伏击一下 哎 这个这个手枪 就是不给手枪子弹 哎 哎 哎 这货 哎 上级给大家说过 我叫他什么 我叫他拼接怪 哎 这个 把他果断打腿 打腿以后 他一摔倒就散架 这样的话 他就会变成这些 散开变成这些小的家伙 这些小家伙 相当也是有威胁性的 哎 伤缺也不少 嗯 就果断一发重力枪 全秒了 哎 这里有个工作台 嗯 工作台的话 我们不升级了 我们的瑞池还有一点 我们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嗯 回来的时候的话 看情况吧 反正在升级的话 就是鼓一下 哎 通修认诀 别忘了拿大大卷 这一次的这个 采决任务 其实是这个 先看他说完吧 哎 哎 撞过这个事情 哎 这一次 他们这个采决任务 其实是非法的 哎 这个在很久以前呢 这个 神盾7星球 其实是被一个 禁止 禁止探访的一个星球 哎 但是这个 因为 上面 矿产丰富 所以这个 阻止不了 贪乱 哎 这个 和腐败 所以他们如果要是求救的话 这次行动也就等于暴露了 哎 这个 即使他们这个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哎 所以这个船长 他不惜代价 将这个 这个通讯器也破坏了 哎 但是实际上 他的这个目的 是不是这样呢 哎 应该 其实是不止的 应该还有 更深层的原因 哎 这里开门以后 我记得好像是两个梦 还是三个黑鬼啊 好像是黑蝎子 哦 好久没打了 忘掉了 啊 好像是黑蝎子 应该 哎 看对面那边的那个 显示器上一个 左边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应该是三个 哎 这个卡门战术 非常好用的 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方式 就属于卡门战术 我们走近以后 他们才会这个 发现我们 然后 如果我们往回退的话 还退到这个 一定范围之外 我打算这个 一口气 把他们全解决 先把他定 因为旁边 毕竟有好多惊叹 哎 那边那两个不过来 我 我怂得太深了 哎 来了 两个都定了 三个了 好 哎 这个还没死 哎 四枪 那个死了 你还打五枪 你浪费啊 哎 这个邻居离岩射 真的是非常爽 哎 这个 这一代要是有狙的话 刚才这个情况 我就果断用狙了 掏出一把 就直接给他崩了 哎 我们要这个把雷达 哎 这个其实不叫雷达 这个叫哎 雷达 大锅吧 反正这个是接收器 雷达的话 哎 不是这样的 反正就跟雷达形状一样 这种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天线吧 接收天线 哎 把它要排成一圈 这样的话才能清晰的接收到信号 哎 我们看到左边那个大圈幕上面那个绿点 哎 就是表示的是这些这个接收器 哎 它的这个位置 我们要把好的把它们和这些排成一圈 因为内圈里面已经有很多都排好了 所以我们把外圈的就给他揪回来 这样的话 节省不少时间 哎 如果你把内圈的再往外圈排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排成一圈 哎 你拿着 哎 如果这里你要是这个 你的念动器 移动器 哎 应该叫念动器 念动器要是升满级的话 其实这段是非常可以完成的 这个非常快可以这个修复的 因为你这个射程比较远嘛 不过二代里面就没有这个念动器射程的这一项 他这个威力本身就已经很大 他倒是有这个锐质的这个殿民 就是伤害的这一项 哎 和这个你的念动器的那个投掷尖锐物的伤害是挂钩的 现在我们就要将这个信号发射出去 把我们的坐标发射出去 要回应他们 他们肯定已经接收上了 但是他们接收上怎么回应的 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修复好这个通讯器了以后 赶快回去 把这个通讯器打开 哎 别忘了补充电量 金霸王 南福电池 钢铁侠 现在好像钢铁侠 哎 记得上一次去航行 哎哟 哎哟 还记得那一季这个 SX遇到这个 Hemmish 在离开他的那个控制室的时候 然后这个 让他不要动 哎 然后他发射出去的一个这个 这个 逃生仓 然后把那个上面的一个怪物给他 一起发射出去 杀死他们比较困难 但是没想到这个勇士号 居然把那个 逃生仓给挥收了 哎 他要是把他打开的话 这个 哎 我是给大家说过 我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爽空间的这个剧情啊 嗯 就是说 我有自己的理解 哎 其实前两天 我又看了一个这个 嗯 有人发了一个帖子的资料 哎 那个是相当全的 是出 就是官方的那个资料 哎 这个讲的非常多 嗯 其实那些东西在这个游戏里面也都有 它是整理出来的 哎 那个不错 哎 这个讲了很多东西 其实 我们玩游戏 听他对话 所有的内容听下来的话 我们了解的一个剧情 就是这个 神 关于神印对吧 这个神印不是个好东西 哎 实际上这个 不是这么简单 哎 还有麻烦事 哎 还有阴谋 阴谋后面 还有阴谋 阴谋 阴谋 还有阴谋 哎 很麻烦的 哎 这个怎么自己打开了 这个 爽空间的剧情真的不错 哎 这个 和 生化的剧情比起来一个过之而无不及 哎 嘿 又出现这种情况 换枪比较快的话 一上弹的话 这个会做以前一个枪动作 然后看到刚才那个机枪做了这个 重力枪的上弹动作 哎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门口 这个大烟好松掉 起床 哎呀 防守难度要比那个打那个打那个打勇士要低 但是攻击难度要比打勇士的要高 哎 因为他这个触手乱抽 而且实际看起来这家伙这个好像这个目标挺大的实际上他离我们很远也就是说炮弹飞到他那个距离的话你要做好预判 这一步判距离呢你这个得多打几次哎 不多死上几次的话你恐怕这个出击不出来哎 再加上我这又是这个手组操作 哎 果断先这个能先打最简单打掉的目标哎 减少他这个投掷的这个能投掷这个物体的触手 这样子我们才能坚持的更久哎 这样压力会小一些哎 所以我们先果断打到中间的 然后再打到这个靠两边一点 最后再打最两边的能量 哎 其实到这个时候还可以用这个一种意识就是你看他哪只触手伸出来了你就打哪个 缩进去的就不要去等他再伸出来了 没办法浪费时间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叫什么你的这个炮是加冬炮的这个旁边那个热度哎 这个要注意一下他降温很慢的 虽然他升的也很慢但是如果要是这个你打打不知不觉 哎 就觉得很快就慢了 这个耐久低于百分之一百了 还剩一刻出手 最后一个出手这个比较满吧 因为他那有一条腿挡着 对 如果要是这个造成一定这样的伤害打出硬直的话 哎 这个可以中断他的头肢动作 哎呦 我觉得 跟筛子一样拔出来了 还有质感 快发出信号了 这口堵着我们还没办法把信号发出去 哎呦 哎呦 看他的小屏幕 再看左边那个飞卡 闭居了 看掉了 哎 完了 哎呦 要重来了 哎呦 要重来了 哎 哎 没死 别边喝水边说话 看着了吗 来 听个人 我上班 要去15号 找一个被用的大大卷 来修复他这个Hammer长到的一个这个飞船 然后可以靠到飞船里开 其实如果要是细心的同学 这个其实一般来说第一次的话 很难注意到的 就是说其实有一点很蹊跷啊 这个Hammer他在当时发射47号 那个叫什么47号逃生舱的时候 这个堪德尔应该是照理说 他那时候是通讯中断的 他没有理由会知道这个 这个47号逃生舱是发射 并且是Hammer发射的 他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他刚才这个 他知道听到这个勇士号 收到47号逃生舱的时候 他怎么就这么清楚的 就知道是Hammer发射的呢 所以这点很奇怪 那时候通讯本来是中断的 但是他怎么就知道这件事 所以很奇怪 我听到又听到那声嗷嗷叫 诶 在这儿 果断打腿 断手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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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倒 不浪费 倒了 掉一颗药 药直接给吹飞了 吹了个老远 诶 这个其实就是对面 如果有坑的话 就这个用重力枪就不要坑爹了 好不容易把这个道具打出来 然后一发重力枪 诶 给他喷了个老远 嗯 我们这个 不升级吗 啊 你先卖东西再去升级 诶 对 这里还先有两个D 我们先把他引出来 把他解决了以后我们就去商店 换一句 捣 捣 捣 乖 费 一千块钱你个混蛋 一千五 一千五多百块我也不放过你 买东西 大大卷 大大卷 子弹果断卖 机枪卖吧 留个这个散装的 不要套装 大大卷 大大卷 哎呀十个好我们现在这个 现在可以剩啥 主身还是主身那个什么吧 那个重力枪 然后其次是伸一下 瑞士啊瑞士满的 不是那个 静态是软的 静态是满的就不伸了 还是主身这个可以伸满吧 123456可以 果断伸满 这就爽了 这个重力枪在一代里面的子弹 掉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线性切割枪 你要伸吗 啊 升了 升了三级 这个 机枪的话 可惜了 刚才应该先升机枪 啊 切割枪的话其实不怎么用 反正以后也不会再买其他武器了 啊这个一代的话一周末的话 还是以省钱为主 因为你到后期的话 因为你前期要是打不好的话 这个武器不升级 你后期子弹掉落又低 所以这个会很困难的 越打越难 制造绝望感嘛 各种绝望 那我们就返回 哎 我们要假期我们要这个想办法去勇士号和这个海默尔会合 然后进去去找这个特殊大大卷 那么好的我们这一段节目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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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